2013年象甲上有一派不一般的棋局 直红方的是象棋大师党飞 对手是长白虎陶汉明 这玩棋是由15个P一个T点拨的 开局红方中炮,黑方也是中炮 自古蹲撑不带指,自古顺炮出名局 红方上马,黑方跳马 直居,这把不是横局了,缓开局冲七足 飞哥来个左马,淘子的也跟着小 雪,对挺一兵 黑方进二路炮,过河 红方来个外马 也有盘盒的,往这边跳的 对手给兵干掉 横局,对手直居 想给他勾走要吃底相 红旗可以无动于衷 走聚久平四 实战飞哥吃掉,吓得猛 打向江,上市 财局 红方只能是居九平六了 要去捉马了,黑方不能不管 像什么,冲足过河呀,亏骑 黑方这里有捕势 分鞭炮,两种走法 实战选的这个 随时可以原相 红方,冰武进一 补相 再冲 这里是绝对不能吃兵的 红方有一步进马吃足的旗 这个点太好了 黑方即使出去抓炮 红方都不用管 踩中足就行 挂脚太厉害了 他只能是将足送上岸 那红方用狙再抓 这旗优势已经不小了 这里飞鸽兵武进一 陷阱可不能拱 陶特上市 红进马吃足 这回呀,不是什么先手 黑方可以出去抓炮了 躲上一躲 黑方进去 虽说这边有个底炮 但是红方的攻势明显又比对手更快 吃掉中足 要一兵换双向了 飞走是不行的 红方平兵将再往下冲 这里只能是踩 轮到红方行骑了 此处最凶狠的一步 应该是一炮换双向 马踩 气子拨杀 实战飞鸽下的稳的 进去捉马 这手机没毛病 黑方只能是连环 红方 进马 要踩他得子 对手不要了 他先弃子了 平炮 红方得着 黑平炮叫杀 红方出帅 这是正招 江义军 撑势 主要是防止黑方 重炮将 上帅 平居叫杀 由于势撑起来了 红方可以退炮 一点问题没有 现场淘汰大 先给这马换了 吃掉 重炮将 上帅 炮轰底向 这个向都死绝了以后呢 首先中炮 防御变弱 再一个随时能充足过河 飞鸽 平居叫杀 陶特 抓炮 没跟怎么办呢 进马宝炮 进足拱马 没事 下底将一军 落势 这个中路剩两层了 红方 退狙 欺负一下 他不能停 也砍不动炮 那就退一步 红方 顶一步 重炮是打死狙啊 黑方 只好上市 狙能动了啊 红旗 逃马 下一步 黑方 退狙 捉 马三 进二 可不用再捉了 红方 能挂脚啊 走个啥呢 退炮 吃兵 红 重炮 打狙 黑方 先僵一卷 老帅 跑了 那这打狙 怎么办呢 你要是乱躲 比如说放这儿 红方还有炮击中式的棋啊 到时候你不敢吃下底居铁门栓 就算你换个方向 放这儿 也不好走啊 红旗把他一提 下一步抓象叫杀 这个棋没得更快 实战逃特 双手合十 苦思冥想 往中路扣个炮 后边是老帅 他不能去打局啊 那就把炮换掉 吃了 红方还是多子的状态 但是对手这足还是挺危险的 平帅 如果还是往下冲 红方保不齐啊 就会把中向打了 然后平局吃足 那样差不多合了 陶特不干 他想赢 炮就平气 放这儿很明显是想打局啊 红方炮丢了 因为你不能放这儿 平局是杀 陈亚军 其实本局的关键之处 就在于下一步了 飞鸽当时把炮平开 这不是气做亏了 应该是鞠八平六 提前遮住老帅 打局不怕了 红方可以放这儿 冲阻更不怕 给中向轰了 平局干掉 实战 炮五平二 这给了对手调形的机会 非常的刁钻 江一军 不能电炮 否则黑方向下冲阻 因为你的炮 瞄得不是中向 这里只能是自己平率 黑方又退了两步局 要蹬过来 将红方的马捉死 他挺难受 没有点 红方只好再架中炮 锁住中势 敢捉就挂脚 黑方平局到中间 这和刚才挺像 但是 红方少个炮 他没法打局 现在他往中间一站 太牛了 一个人锁住三个 马动了 炮也不敢平 局还得保着炮 红方这过河马 要阵亡了 平足再平炮 红方管不了啊 退个老帅 摆炮 上市 平足 活活捉死 飞鸽 平炮 能带走一个是一个 拱炮 失足 黑方分边 现在大腿相同了 小组也杀死了 但是红方的马位 还是太差 你想给他救出来 只能说是平鞠 然后再跳 那黑方一捉马 这一蹦 鞠炮 双将 落势 抽鞠 红方 垫 中路呢 可以降一军 比如说出帅 黑方呢 开始扫兵 黑方优势明显 所以这里 红方还不能着急去救 先出个老帅 这回好像能平鞠了 陶特大 飞龙在天 完了给挡上了 平鞠没意义了 该说不说真难受啊 走个啥呢 挺便 陶特 冲了足 红 进鞠抓相 黑方收回来 然后再退局 你再飞向我海爪 循环呗 结果啊 黑方变招了 他平鞠 想干啥 随便吧 平鞠先给马救出来 再说 对手 平了一步 炮 拦也拦不住 你抓他往这边走啊 跳马 将一军 退炮 用老王的话说 残局炮 归嘎吗 那黑方归嘎 红方呢 撑个士 然后黑方又回来了 退老帅 将 上 这回 这回退三步 抓兵 红方对调也不给 将军 落世人 拘炮 双江 红方要丢子 那你电鞠又被牵住了 黑方过足 那哪行啊 平帅 黑方 将 出来 咱说 陶特是真有招啊 他再次使出飞龙在天 要平炮将军 红方提前退老帅 你要是将 我就落世 你拘炮双江 我老帅可以回宫啊 但拿成奖的对手 他不将了 奔红方的马去了 给他一夹 要退局 给他捉死 自己没法跑啊 拘三平二 黑方捉马 红旗一看 此时对手 吃兵上岸 胜局 已定 这个旗啊 确实是走不下去了 红方只能是吃个足 黑方将一军 落世 再浸泡 打马 这就得子了 这般棋可以说 飞鸽就走错了一步 被陶特抓住了机会 而且控盘能力也是非常强 不愧为全国冠军啊 本棋就到这了 我是四郎 散会 在您有个人 请不吝点赞